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各位观众 大家好 隔了五年之后 再次来到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 广州 今次的行程安排了三天两夜 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美食古迹之旅 一年三集 我会和大家分享这次行程的安排 包括交通 住宿 美食和各大景区 首先说交通 我们选择了卢湖口岸过关 乘了港深城的铁路前往广州东站 列车的编号是C7094 9点25分由深圳开出 10点51分会到达广州东站 成人的票价是79.5人民币 现在我们在广州东出来 打算叫车 这个位置 有出租车有地铁 帮我们都是去租网约车 这个3号门 跟着又行 走过来这个位置 麦当劳 一直走 知识很清晰 前面这个位置 就是召车的位置 这边很多人在这里 看是不是在这里 刚才在广州东站 那位置有的士 比较难折的车 要过到这边 中泰广场 现在都在等 出到很冷 今天应该在广州只有几度 这边全部都是看车等人 我们今次租住的地方 就位于五阳村的轻居酒店 广州东站来酒店大约4-5公里 坐的士或车 车程大约15分钟 如果各位想乘坐地铁 都是这么方便 大家可以在广州东站 乘坐地铁1号线 3个站的车程 到达阳基站 之后在阳基站 乘坐地铁5号线 1个站的车程 就可以到达五阳村站 大家看到了 属于亚朵旗下的酒店 兴居酒店 这个位置 这座大厦的六楼 我们要进这边了 这个位置是 德域五阳新地 东门 走进去 这个位置 好 这里 这里 扮你入住 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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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在六楼 整层都是 这个位置是扮你入住的 除了一间精版的酒店 但地方真的布置得多美 环境非常之好 看回周围 工作人员在布置 圣诞的装饰 那位置是一间 细细的圣白黑 大堂带着上去 细细 这间 这里有些饮饭 姜茶 冬冬地印 姜茶 吃早餐的位置 都是在大堂的位置 几张桌 好了 我们拿了房子 然后这边走过去 拿房子 走吧 你负责拿房敲门 就是这间 开灯 一进来的感觉是不同 地方很干净 两张床 简单介绍一下这间房 位于五阳村的 轻居酒店 这里有一张桌 两张床在这个位置 这张属于一单人床 一个人睡就可以了 如果双两人睡 睡在一起就比较辛苦些 这个就是厕所 然后进来 这个就是沐浴间 这个位置 大致上是这样 毛巾 杯 和 那些热水壺 都可以放在这里 床前面有部 大家电视 然后这里 可以挂山 我最喜欢租酒店 是用木地板 大致上是这样 说回这间酒店的价格 我们一共租了两晚 一共是一千六百多 平均一晚都要 八百多元人民币 好了 现在我们要出去吃东西 我们下回去都会经过大堂 搭步 升降机下回去 我们今次租酒店的附近 OK 属于是旧区 但周围就 真是多东西 多东西 也挺旺 看到这些街铺 很多东西 我们来广州第一餐 试试地道的东西 前面就是一记面馆 试试这间 哇 好厉害啊 这间一记面馆 是这个云吞面棚第一 广州第一餐 我们来光顺一记面馆 餐厅的地址 就在月秀区五阳村 只有深马路 1862号 果然没有选错 弟弟选的 弟弟选的 弟弟点餐 得什么 大家看看餐厅的价钱 先要鸿吞面 最便宜是16元一碗 上面组合鸿吞面 最贵是29元一碗 我们选好了 一共叫了五样东西 有鸿吞面 剩鸿吞 猪脚姜 接着我吃了一碗 蟹脂的鸿吞面 大的 叫了一个山菜 一共加了一元 看看环境 OK 这里的装修都挺漂亮 这碗是否你吃的 黄丝拉 吃鸿吞最重要 先试一下 湯 湯是最好吃的 广州鸿吞是最出名的 弟弟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湯一吃就知道好不好味 一共有八只 有九黄 这是鲜哈蟹子鸿吞面 弟弟吃的 属于中碗 这碗鸿吞面 一共有二十一元 是不是 湯很棒 你试试鸿吞吗 你试试鸿吞吧 爽不爽 你烤好爽 肉呢 肉很新鲜 很新鲜 很新鲜 肉鸿吞面 是大碗的 大家看这些蟹子 非常通透 八只鸿吞 我们试试地道的 廣州鸿吞面 这个湯 OK 好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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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记面馆 四行鱼 现在我们叫车 准备去沿江西路 越海关博物馆 看看五阳村周边的环境 第一个行程 我们来到越海关博物馆 由五阳村来到沿江西路 路程大约10公里 召车费用大约25元 这座就是越海关博物馆 之前已经感觉上环境很美 所以特意有第一个地方来这里 这里看上去真的很美 你看 这里风景非常好 正在对面江边 不过这里很多车 斑马线都没有 好了 过来了 看看周围的环境 大家看看电车 真是很历史 我们以前都坐过的 这里有介绍 有十三行博物馆 还有南方大厦 南方大厦以前在广州很出名 现场有很多游客 很多人过来拍照 环境真是很美 看回四周 我们身处到沿江西路 我们先去前面 去桥那边看看 这里是沙基惨岸 无忘此日 读书有没有 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事件 我们试试上上面 走上上面 然后上桥那边 我们上到人民桥 我们上到这个位置 有个中间位 哇 这里是景观一流 这个位置先看看 看回对面 沿海关博物馆 和沿江西路 你知道前面就是 再远一点就是南方大厦 这个景真是美 一来可以欣赏 广州古旧的建筑 另外又可以欣赏 珠江的景色 夜景当然漂亮 不过我们就不到时间 晚上来 其实我们现在 就站在人民桥的上面 欣赏完这么美的景色 我们下回去 沿越江边走 没有来错这个地方 好吗 下到下面 我们一边欣赏江景 和左手边这边 古旧建筑 刚才那边下回来的 在这里停泊了很多船 在越海关的博物馆 走过少少 看到这座 游政博物馆 也是一座 很古旧的建筑 另外在游政博物馆旁 过少少 前面这座 尖尖地很高 就是南方大厦 看回这里 沿江西路 好塞车 但我想在这里叫车 去胜心大救堂 不过 我看到整条马路都很塞 在这里位置 如果看地图 其实走过18分钟 我们一面走一面找 走过这个位置 原来这座就是 新华大酒店 我们去过马路 现在我们就在新华大酒店 这条行人路 跟着渡航去胜心大救堂 好 跟着就转到这边 跟着渡航一直走 我们在走的位置 就是仁济路 这里真是搞了特色 老广州特色 因为我喜欢走一些旧区 就算去哪个城市 都好 所以我对广州这个城市 因为它特别喜欢 其实以前小时都来的 来到仁济路 这个 黏着路口 这条街道 是一德路 我们要向前走 过马路 小心点 因为没有交通灯 大家看看一德路 都是属于 广州老城区 地方很旧 最主要是騎楼 暴人间 这里很多东西 大多数都是批发 大多数都是批发 买燕窩也有 好了 继续走 差不多到 这里真的很多东西 刚才在那边走过来 整条一德路都很长 沿途都是主要去买海味 整条街道 它真的很多店 看回对面 这些是騎楼式的建筑 看回这边 就看到有石室 两个字 可以看回指示 去回姓森大教堂 来到这个斑马县的位置 我们转回左边 看到了 尼远看到了 这个位置 那就是 石室 聖心大教堂 其实如果大家找到一德路 都可以 远着我道行 走过来这里 两边都是騎楼式的建筑 最后两边都是 那边有些甜品 这间 中式甜品 看看什么价钱 这间好旺 没有位置 先去第二间 看看哪一间 我们主要都是坐下 喝杯 休息 休息 走了十多分钟 有没有位置 刚刚那间没有位置 来了这间 廣式甜品店 进来了 点了一些食 叫了个鸡蛋仔 好传统 来了三碗甜品 这个就是莲子 红豆 壮奶 然后这个就是 红豆 这个就是 普通的壮奶 然后再来这个鸡蛋仔 等久一点 15元一份 周边都玩都OK 有东西吃有东西 又可以欣赏风景 这个位置可以进去 里面有很多人 上的场地都是人 很多人捕捉这座建筑物拍照 再走过这边 其实整座建筑物都很大 周边都拍照很漂亮 看看周边 好 我们终了一圈 围住圣心大救堂都走完 要出去 去下个地方 游览圣心大救堂之后 我们召车来到北京路天河城 圣心大救堂距离天河城的车程 大约1.5公里 我们走过来 广州很出名的北京路波兰街 然后这条路一起走过去 周边有很多商店 布置得很漂亮 现在走到这个位置 这个高地街 不过里面 看见它装修 可能活化 所以不要走进去 继续往这边走 那里有档牛杂 来到北京路这个位置 这间老果牛杂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黄色看到 好像好正 因为刚刚经过闻到的味道都很开香 我们买了一份 20元 真的够了铁地 因为没有桌子 都是拿椅坐 没有桌子 好 那些牛肠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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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拿了很多配料 好 先尝尝 这个牛肠 好吃 好吗 好吗 尝尝 牛肝 真的好味道 接着吃完了 我们走这边 去下个地方 大佛古寺 繼續走 我們是否轉左邊走過去 我們的位置是北京路博人街 我見到周邊的店鋪有牛雜檔很多 一邊走博人街一邊去大白古子 看看這邊的街鋪 很多美食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就是西湖路 這邊走出去 這裡就是大佛古子的另外一個門口 見到這座就是大佛古子 這裡就是大佛古子的入口 大佛古子內部有很多地方都在裝修 神像不方便拍攝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過來參觀 現在我們出去叫車 回去酒店休息一下 現在到四點多了 現在我們在酒店出來 打算找東西吃 經過再三商量之後 酒店旁邊有一間粵菜 大家看看這裏 真的很多人 很多人 試試看 三位 坐下了 現在未夠七點 裡面好旺 坐到八九成 這間酒樓 只是介紹一些雞和乳鴿 是最好吃的 36元的乳鴿 還有燒鵝 我們都選了幾樣送菜 好,來了一隻乳鴿 先試一下 好,我先試一下這塊 我要給 接著來半隻雞 小弟,乳鴿是不是正? 味道足夠嗎? 好香 真的好香 乳鴿味道就好了 先試一下雞 我喜歡吃 這裏 雞胸 先試一下雞胸 先試一下 做些 蔥油 小弟 雞都可以是嗎? 都好吃 它的汁夠了 味道 好了 現在另外一道菜 就是鵝泡 煎鵝泡 然後這個就是 鹹骨的芥菜 我還以為想喝下火 芥菜湯 下火 好,給我一個鹹豬骨 看到都想吃 很少吃這些菜 湯是不是很甜? 很清甜 它有鹹豬骨和蝦肝 煲出來的湯一定要清甜 煎鵝泡 嘗嘗 煎鵝泡 沒試過 嘗嘗味道 嘗嘗味道 它的口感非常好 扭到軟軟的 味道非常足夠 我們共買了三個蛋撻 剛才這個就是原味的 然後有兩個青檸 每一個價錢就是9元 這次廣州之旅 還有我們在五陽村的晚飯 這間 青森乳隔 非常好吃 大家看看 底席 三個人 236 人均都不用100 我吃完飯了 要去下個地方 坐地鐵去 珠江新城 這次我們進入酒店 輕居酒店 然後繞過這邊 其實過條巴馬線 前面都是地鐵站 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五陽村的地鐵站 這裡沒有扶手梯 走下去就是 大家看看 五陽村站 五號線 來到廣州 真是大鄉里 要買票 我們坐一個站 就兩元 我們上去熱台了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是由花城大島 起初一走出去 我們上去熱台了 起初一走出去 華金輝又走過來花城廣場 就回酒店了 看看周圍環境 真的很熱 很多人 在這裡見到 廣州塔 看看這邊 整個廣場很大 好 各位觀眾今集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